对不起 好 梁先生现在要走啊 等一会 一会再来 别让老大 等一会 还有好几位 有什么什么事情要告诉我啊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讲 今天安曼达跟我说 我可能有机会 调去香港店铺 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我的业务能力强了 不是 我是说你在这里做得挺好的 为什么要去香港啊 为了你啊 不想两地分居 想超线厮守 信不信 你是不喜欢现在这样吗 如果有机会在一起 谁会想要异地啊 反正对于我来说 我说呢 我们在这里也是票 不如票去你身边 还省了机票呢 如果真的去了香港 我爸妈也不用催着我回家了 上次你说 三十岁的我会更好 不会真的被你说中了吧 我说了 你的嘴还挺凌框的嘛 你再好好考虑一下 做销售 不就是做熟客吗 你在这里积攒了那么多年的客人 你到那边去 什么都没有啊 我有你啊 你在故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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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我赖上你啊 怕呀 我不是这个意思 是 就算我去了香港 我也会继续工作 更努力赚钱养自己 香港有我们的总部 真有机会去到那边就相当于升职 我不完全是为了你啊 你不要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 好不好 我知道 我们再好好商量 好不好 不商量 商量吧 不商量 梁先生 回来了 该买单了 走了 去买单 走了